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吃不吃咖喱的? 都吃的 而且基本上看到哪一個國家 有它自己的咖喱 我都會有興趣去吃一下 咖喱你覺得哪個國家剩下最似的樣子? 最似的樣子? 我其實是這樣說的 我自己可能喜歡一些濃口味的 所以你說你叫我去重宴大廈吃的那些 我也挺喜歡的 他起碼做得嘩 口感夠強的那些 但你也知道世界上有些地方做咖喱就基本上口感很輕的 譬如日本咖喱那些 沒有理由日本有很多咖喱店的 為什麼我明白你這麼喜歡吃咖喱? 但那些咖喱又不像咖喱的 是的 用香料做醬汁的那種文化 你會發覺是整個由中東至遠東都有的這種文化來的 但咖喱這種味道是否應該和地理位置有關係? 那很有趣 應該就是說 你說味道 首先你和我用什麼成份香料有關係 那當然你如果不同地方用到的香料 甚至乎他們的配方比例也會有不同 所以令到你做出來的咖喱口感也有不同 所以我們看到 譬如日本人 他能夠放椰子的資源不豐富 他能夠放椰漿就未必可以這麼大膽 然後他可能對於這些人的口味也不喜歡吃這麼辣 所以你見到他就寧如放生果下去 也不會放多些辣椒下去 這裏的飲食文化習慣和材料本身就決定了 所以都是跟地方文化、材料這些有一個撇不開的關係 是啊 但是像大陸 十塊年齡那些比較喜歡吃辣的 但是咖喱的基本材料是什麼呢? 那在這裏呢 大家可以數 我數不齊四十七種的那些 那麼多的那些 你最基本的 你那些幾種不同的 你說藍薑、黃薑那些 那另外有些 有些少少的孜然的成份 那另外就 甚至乎有些地方你落到去 我會見到 是在那些滷水裡面都有的一些成份 你那些花椒八角和草果那類的東西 那就是喜歡煮開的 你會發覺就是 你甚至乎就是說 你喜歡自己發明自己的咖喱也行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呢 有沒有聽眾是喜歡的呢 走去那邊那邊呢 新田地街 有一間香料店 那間店面都很古色古香的 外面就是純粹一個普通巴士茶而已 他也有咖啡賣的 跟著呢 你裡面自己喜歡混什麼就混什麼 哦 我不吃咖喱 我混過五香粉出來 那我又可以 是不是 甚至乎你裡面買到你滷水用的香料 你都可以收拾到很多的 那甚至乎就是 曾經試過就是 你會見到有人在那裡嘗試 自己做咖喱的材料 那你有了那堆粉 他買了那包香料混好了給你 你自己再回去按自己口味 去放一些椰漿下去 然後做出來就可以了 那大致的故事就是這樣 哦 我們講了那麼久 其實就像Poker一段新聞 就是說最近有考古學家發現 2000年前已經顏色做咖喱的了 不過那個地方就不在印度 是在越南 因為他找到玉咒購的種子 那他就說呢 那這麼多年呢 這個咖喱的香味仍然是存在的 不知道你信不信呢 他就這樣說 這個是在一個分子化學的層面去說的 我想他是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那他們這班是一個 由澳洲澳洲的一間大學的研究小組 澳洲國立大學 那裡面有一堆華裔和越南裔的人 去參與這個研究 那他們就在一個 越南的考古遺跡裡面 找到那塊板 其實剛才台長你也有展示出來的 那塊板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一個磨來的 那他們譬如說那些香料你想磨成粉呢 就放在這個磨上面那裡去磨的了 那當然其實又不止去這個東西磨的 但是這個磨呢 其實就是大家是供應的 就是說呢 是古時的人是用來專磨香料的一種 一樣東西來的 即是我們今時今日你要磨東西的話 那麼我們 即是有些人甚至用攪拌機磨也好 或者是有 你喜歡下一些黑超碎的 有整支給你自己慢慢用手去磨 但是裡面是需要用到一些金屬刀的那些 但是以前的人 你怎樣沒有這些很仔細的金屬器具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就用這些石器來幫你去磨這些香料 那麼他呢 這裡要提一提了 那科學在哪裡呢 就是他考古的方法 那麼他們在那個出土 在文物出土的地方見到這個石磨之後呢 就在那個磨的洞洞的位置那裡 嘗試把上面一些殘餘的香料成份 那麼通常那些香料呢 是一些種子這樣的東西 你磨它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的帶澱粉的殘渣流在那裡 那麼就由他們那種這樣的 非常靈敏的化學分析 就分析到上面有非常多種不同香料的殘渣在那裡 而這些這樣的 由這個還原來就說呢 這些這樣的香料呢 原來是直接跟那個咖喱是有關的 那所以為什麼他們那些人就會說呢 哦 原來就是你在那個磨上面 見到很多咖喱香料的殘渣 於是那個結論就跳到去 就是兩千年前的人做咖喱這樣 其實對此我很不同 我自己個人意見我很不同意的 我覺得如果他在那個磨上面 找到這些香料的殘渣呢 我只能夠說到就是說 你原來這些香料二千年前已經有人用了 它怎麼用 你沒有其他的證據去做證呢 其實你講不到它煮出來是咖喱 還是煮個Fur 還是煮烤水出來的 哦 但是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煮烤水的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這裏你是要看的 其實它裡面講的那幾種什麼豆蔻 還有它講的那些 甚至我看到它有成份是草果 這些這樣的東西 花椒八角這些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不只是咖喱會用到 還有那些孜然也是的 不只是咖喱會用到的 是在那個的滷水裡面會用到的 你如果這堆香料加點椰漿 它開出來就是咖喱漿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椰子 這就很有趣了 香料的運送呢 你會發覺都很方便 所以一直將它引入到中國的時候 你會發覺在中國整個沿海 甚至乎去到北邊 都有一種吃滷水的文化在那裡 就是你東北人會做滷水的東西 去到那些這樣的 上海、浙江、江蘇的人 都會有他們的滷水 可能裡面的配方不同 顏色不同 這個就要歸咎他們 放什麼下去煮那堆香料 就是你那些這樣的香料包裡面 你是究竟下了什麼酒 還有是下生抽 還是下其他醬料 那你出來的顏色就會不同 甚至乎你聽過有些是白滷水的 這樣也有 但是其實同一堆東西 在越南來說 你會發覺更多的就是 他們就是用來放湯 其實如果你說你去買一包那些 越南去做他們那個 牛肉粉湯那個料裡面 那些香料呢 其實有很多是和這些咖喱 和這些滷水 是很多重疊在那裡的 只不過你之後將它融解 是煮在一鍋什麼東西那裡 就決定了你最後那鍋東西 是怎麼吃的 而實際上呢 就是你說越南那裡 它的咖喱種類是不夠印度多的 所以呢 你始終無改的就是說 應該就是印度才是最原先煮這種 這種加椰漿的這種咖喱 應該就是印度那裡才是最多 那現在一直就蔓延到整個東南亞 那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這種 就是煮咖喱的習慣 那你也要看看你有什麼原材料的 是的 有什麼原材料 是那個地方有的 我們的邏輯推論應該是那個地方最早用 就不會說 你還沒煮咖喱我 我特意來買了你 我煮了我自己的那樣東西 就是這個我想 就是大家應該接受到的 是啊是啊 還有你說如果熟考古的人 一點都不會驚訝 2000年前那條 都那條海上絲綢之路 甚至乎是沒有海上絲綢之路 其實那時候已經有航海貿易 就是你說如果我們最早記載這些南方的一些 有南方有人坐 就是由東南亞有人坐船來的 你只是說菩提達摩 是不是 那你已經在說上2000年前的事 那你說如果再早的時期 如果你看到印度 你看到印度沿海的碼頭 他們說一下就說是五六七千年歷史的了 就是說由那個中東去到印度 印度去到這個馬六甲海峽他們的航海貿易 照計其實2000年前有 一點都不奇怪 你如果告訴我 原來4000年前已經有 我更加不會奇怪 所以在越南那裏 有部分的香料種植 香料貿易已經去到越南那裏 甚至乎那裏會有人 去拿這件事來製作 磨粉 再將它煮飯 甚至乎原來那裏 根本上有印度人暫時居留在那裏 又真的在那裏煮咖喱來吃 那一點都不奇怪 那這些香料一直傳到海南島 是不是 你見到海南島的人 都會有他們那種咖喱的吃法 其實又要提上很有趣的東西 台長我不知道你吃不吃得出呢 在香港吃咖喱的味道 和在澳門吃咖喱的味道已經不同了 我沒有去澳門吃過咖喱 是啊 那你又要去吃 澳門吃什麼東西呢 木糠布甸 是啊 但如果說回這個故事就是 澳門的咖喱比較依賴 就是由葡萄牙帶進來的那些東西 而香港的咖喱其實更加多是因為 英國人帶印度人過來的時候的咖喱 所以就是那種經歷過南亞地方 慢慢蔓延過來洗禮的那種咖喱 就是做咖喱方法 甚至乎你看到澳門去那些土炮的咖喱糕 你會發覺是融入了很多廣東去做糕 做醬的那種元素下去 來做那些咖喱糕給你 很有趣的 就是裡面會有些材料 會再用薑蔥蒜爆一爆 再拌入咖喱粉來煮糕出來 你再用來炒菜 而這種處理香料方法 是其他地方也沒有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其實如果你認真去吃呢 日本咖喱不同 我們那些就很容易吃得出 其實甚至乎你在香港吃到的咖喱 和你在澳門吃到的咖喱 都有些不同 其實你會發覺仔細一點 都會吃得出的 所以我只會說 他們就算這一班研究人員 在越南找到這些材料 其實我會覺得是發現到 更加證實到 這種香料文明其實一直已經是源源流長 他們是不是真的煮咖喱呢 可能你真的要找到 就是說他們又沒有在他們的配方 放了椰漿下去 但是我會很欣賞他們在這個研究裡面 是用到那個考古裡面 用到那種很精密的分子化學的分析 來去嘗試去找回 在那個石膜的洞洞洞 流住了2000年前 這些香料流下來的殘渣 來幫我們還原 究竟當時是有什麼的香料在背後 這個其實很正正的呼應我們先前 就是同一種的技術 是曾經在研究古埃及文明的時候 都用過的 所以我會覺得 對於我們整個的考古發現 會有一個很驚喜 就是用其他方法找不到的東西 嗯 那你剛才提過 就是那個海上的貿易 事實上遠比我們的歷史書所寫的 是遠的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在深水埗 我們有你的屋子的古墓 裡面的古墓的建築 本身其實是阿拉伯的模式 那個地方可能在千多二千年前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海港 就是去到可能阿拉伯的印度 所以這個我覺得絕對不出奇的 就是越南這麼近這個印度 它又做了咖喱 那為什麼你就說 就是咖喱有什麼那麼特別的呢 那我們覺得這個不出奇的 就是2000年前的人其實都喜歡遠行的 好了我們今天都做得很長 但是呢 有一個題目我不知道你想短講還是長講 就是這個James Webb的望遠鏡 又看到什麼新東西呢? 說完啦這個就 那剛剛這個星期呢 我想其實講一件事就很有趣的 就是跟宇宙學的東西有關 因為先前頭一兩節我們講open timer 我們就把這些宇宙學的東西擺後一點 我們去看一下宇宙最初期的時候 我們一直以為呢 主要都是由一些很輕的 比如氫和氦這兩種元素呢 就佔大部分 可能有少少第三種就是 lithium 在元素周期表排第三個那種元素會有一些 但是呢在James Webb的發現裡面 就竟然就是說呢 看到在宇宙形成的 只不過是六億年的時間呢 已經有一些的星雲裡面呢 是裡面含有一個我們想出 比我們想像中高很多的碳的成分在裡面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對於我們現時那個 宇宙學的模型呢 會應該會造成一些小小的衝擊 不會很大小小的衝擊 就是一直我們 就是在過往的宇宙學裡面呢 就認為呢 你應該要等到那些星星形成了之後 然後它裡面有很強的核聚變反應 再等那個星呢爆出來 將裡面那些重元素射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宇宙裡面的星際空間 才會出現多一些重的元素 但是現在似乎就是說呢 基本上在第一代星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宇宙有一個 相當的部分的碳元素在那裡 那就是我認為 未來我們會看到呢 一個的關於宇宙那個 星系形成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有一些知識需要更新了 我們就需要留意一下了 原來在宇宙很早出生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一些幫我們產生重元素的過程呢 是去發現 那現在呢 就大家企圖去補救地去解釋這一塊呢 那就是一個小小的update在這裡 那好了 接下來會不會對於 去到宇宙學有一個顛覆性的修正呢 那我就留在將來有進一步發展的時候 我再回來跟大家說這件事情 它越往就越多東西要改了 其實是 那我總結上就是 就是James Webb的發現 因為他能夠看到 我們以前看不到的 更早期的宇宙的景象 就的而且確在這短短一年間 給了很多新的問題給我們 好 那我們今天的科學新資就完成了 雖然大家都看到 得死一節其實不是的 今天是很長的 為什麼第一節我們講很久很久 是 第一節我們等於好像做了平時兩節那麼長 我們沒有吞泡的 唉 怎麼吞泡啊 課學新資那麼多 多到你都未必講完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也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